用粪便做成的蜜 你敢吃吗 这种曾一度在美国泛滥成灾的小虫子 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 班依腊蝉入侵美国 只用了短短不到的三年时间 其中宾夕法尼亚州最早受到侵害 对此宾夕法尼亚州的农业部 还直接向公众说道 看见它就碾死它打死它 总之是要不顾一切代价 消灭这种入侵生物 那么班依腊蝉危害性 究竟有多大呢 班依腊蝉以植物的枝叶为食 受害植物高达70多种 它们喜欢聚集在植物的嫩叶上 然后用它那针一样的口气 戳破植物的表皮 吸取里面的枝叶 不管是弱虫还是成虫 它们的口味一如既往 唯一不同的是胃口变大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在吸食植物枝叶的同时 班依腊蝉还会排泄出一种 透明且粘稠的类似油渍的物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